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3号星期一 这个穷人的思维方式 看了一个新闻 特别有意思 说是江苏昆山 然后现在不是就喝完酒 不是叫那代价吗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车主开辆便利 然后叫了个代价 代价过来一看 开了便利 这个代价好像在网上用app叫的 叫了之后它有个价钱 对不对 就叫来了 叫来之后大家一看 哥们开辆便利 坐地起驾 说你这不行 你这车大 你这车不好开 反正找一堆 你也加钱 这车主一看了就明白了 你要是过来代价了 一看开辆夏利 看上桑塔纳 它就一个家 看你开个宾利 开个劳斯艾斯 就另外一个家 你知道吗 然后斯迪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说那算了 你甭管的滚吧 斯迪自己上车 一脚右门开着就走了 然后代价一看 哎呦 孙子你玩冷的 代价马上拿起手去报警 说在哪哪哪哪 谁谁谁 什么车牌什么车 然后交警在前面 就得着消息了 就拦下来了 拦下来就说 除了喝酒酒驾 然后交警就报警 报警交警就拦了 这样拦来之后 就说你这怎么喝了酒 逗气还开车 车的时候我没喝酒 只有喝酒了 警察说那你吹一下 一吹 没喝酒 然后交警也纳门了 说你不喝酒 你叫什么代价 车主说 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开车不行吧 我叫代价什么了 你们哪天法律规定 必须喝酒 才能叫代价了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开车 我就叫代价 那就是穷为了私人方式 是什么呢 就因为叫代价也不便宜嘛 你可以花钱 对不对 今天我只要没喝酒 我能自己开 我就自己开了 我为什么叫代价 不用需要花那个钱 你用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呢 就是说只有我喝酒了 开不了车 我才会叫代价 这是代价呢 交警呢 他们就穷人的思维方式 那对于人开便利来讲呢 我他妈今天心情不好 我不想开了 对不对 也没多少钱 才一共几块钱呀 我叫代价怎么了 你知道吗 我心情不好 随时可以叫代价 那点钱我随时就花了 我不当回事 你懂吗 所以呢 有的时候吧 其实我看着就特别能理解 有一些就是真的 穷人的思维方式 他觉得慢 他觉得你有钱 他省个心眼 挣一点钱 你知道吗 他觉得呢 对方 你看你还记得我说那个电影 为什么那电影我不喜欢呢 就那个什么寄生虫 韩国拍的寄生虫就是 他总觉得那有钱人 人傻钱多好骗 他能骗点钱 你知道吗 其实他不明白 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导演也是 他完全正在穷人的思维去看富人 他觉得富人经常被穷人骗了 不自知 其实呢 那个富人拿眼 假你眼都知道 你来干嘛来的 你不想多少钱吗 他有的时候只是觉得呢 你觉得你多要了个一百二百 你觉得这可是个钱了 对不对 觉得有钱人真傻 一百二百就被我骗了 有钱人属于就是真的 有的就中国的有钱人 知道吗 当官的 签个条子就一百万 他那一百二百的 根本就不care 知道吗 他一看 他明白你多要了个一百二百的 但他觉得就 就算了 给你个一百二百的 然后呢 你不就 你就高兴了吗 对不对 然后你就哄他开心 你知道吗 他就这样的 比如你弄个下地 代价要你两百块钱 你就 大哥上车 走吧 然后就两百块钱 你就开始走了 对不对 你要看看有钱人 老四来丝 老板 您这几四百 您这车好 老板给你四百 老板您上个座 对不对 你就高兴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 老板老板 对不对 他给你 他开个下地 给你两百块钱代价 你是一种态度的 他开个劳斯来斯 给你四百或五百块钱代价 你是另外一种态度的 你明白吗 他有的时候 他不是不明白 你坑了他一两百 他是觉得呢 他就打算你了 就是哄你一个高兴 然后你不也就那个 你态度不也好一些吗 他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穷人有的时候呢 他呢 他不明白 他觉得 你看这人傻千多吧 你傻逼 然后给骗了 你懂吗 他就是一个 你就没办法 他只是他不care 那张小钱而已 所以呢 其实我看这个 我特别能理解 他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就真的就是 但是呢 我要跟你说啊 就是说 如果你的思维方式 不改变的话 你永远也是 不能说那时候 很难上来 当你买个彩票 中了十几亿 因为美国账嘛 经常买个彩票 中了十亿二十亿的 最近这几年 都出现过啊 但是你相信我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的思维 不转变过来的话 你今天买彩票 你中了十个亿美元 二十个亿美元 你相信我 很快你又返贫了 你又回到 又回到 因为美国这边经常有啊 就是说 而且我跟你说 很多美国买彩票 中了彩票 拿了钱之后 你再过十年二十年 你看这生活 还不如买彩票之前了 很多人连买彩票之前的生活 都那种生活质量 都保重不了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它是一个 给我们一些启发 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叫代价 人家要开车走了呢 也不一定偏要报警 万一人也没喝酒 是吧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